DEEPSEAT令大家有些震撼是因為它聲稱用多於600萬美金的訓練成本 可以訓練出一個可以比美出GPT4的大語言模型 這個我想是令市場有一個震撼性 由於因為它只是用一個閹割版H88的GPU 就可以跑出這個H100的效果 所以令人們都會有些驚訝 我想其實先從技術面去講一講 究竟DEEPSEAT為何可以用一個這麼低的價錢 以及用一個這麼簡單的GPU 去做到這麼高的效能、這麼高的性價比 首先可以從算法那裡去講一講 在V3 其實在上個月推出了DEEPSEAT的V3模型版本 那裡面其實就有兩個核心的技術 令到它們的算法可以減少了很多無效的計算 那麼這個是可以說在V3裡面 其實是近乎可以說是做到一個極致的水平 其實其中一個技術叫做DeepSEAT MOE 這個叫做Mixture of Experts的系統 其實你可以幻想是一個專家組和一個通財組的動態組合 如果大家比喻的話就好像在廚房裡面有很多種做頭 以及多功能的料理的水鎮 那譬如你如果要煮村菜的時候 那你就只是啟用一個麻辣專用的做頭 以及一個通用的炒鍋 那就不是點了所有做頭一起煮 這個按需要激活的策略 就令到V3模型在6700億個參數裡面 其實只需要用到370億個參數 所以這個就大大的壓縮了一些無謂的運算 而第二樣東西就叫做Deepseek MLA的技術 這個叫做Multilateral latent attention的算法 那它就可以考慮就是傳統的Transformer的模型 就需要每一個Token都要儲存完整的一個面值 那就好像圖書館管理員需要背著整個書庫的目錄一樣 那但是Deepseek這個MLA的技術 就說它就是相當於開發了一個智能的引索系統 那管理員只需要記住書架區域的特徵 就可以快速定位目標的書籍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個隔身的推理方法 就令到那個記憶體的佔容就可以壓縮了60% 那就令到H88的24GB的儲存 所以在算法上它用了這個方法之後就大大的壓縮了那個的 包括了那個記憶體啦 還有那個算法那個的減少了那個算法的浪費啦 那除了在那個 演算法的層面上 其實在訓練方面其實它也是做了一個很大的功夫 那在Deepseek的密宣訓練那裏呢 其實為什麼它可以做到 就是用H88GPU做到H18的效果呢 那其中有兩個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啦 第一個就是有別於其他 那其他普遍的海外科技用的方法就是 主要是靠NVEDA的生態啦 他們就會 Deepseek是直接是用一個叫PTX的 匯編的方法去重構那個計算流程 那就令到呢 每一塊H88的晶片裡面有132個計算單元 有20個會專門改造成一個通訊協調員 那就會令到這個 晶片那個的 數據的延遲壓縮了3.2微秒啦 那加上他們用了一個叫做 那加上他們用了一個叫做 就是8位元的浮點的運算的調整啦 那就令到他們用了一個叫做 然後呢 每一個GPU的小時的計算密度可以提升2.7倍 那就令到呢 在雖然受制裁的H88的晶片呢 都可以跑到H18的訓練的效果 那另外呢 就是一個就是 關於那個 R1的問題啦 那R1呢 大家都知道是一個推理型的模型系統啦 那它為什麼也都可以做到 就是可以比美 就是Open AIO的一個模型呢 那其中一個呢 就是主要的原因就是 它用了一個所謂的 就是徵漏技術啦 那這個就 也都衍生了一些很大的爭議 那先說了 就是為什麼 徵漏技術是什麼呢 那它主要呢就是 從一些封閉 在閉緣的模型裡面的API呢 輸出的輸出呢 提煉出自己的一些知識的精華 那就好像立即升大發那樣啦 那其實簡單來說 其實它就是 譬如很難是會叫一些 譬如Open AI的模型 經API去叫他們的模型呢 去提取了他們的一些知識回來 那所以它就可以減少了那個推理的運算 那簡單來說就好像站在巨人的肩膊上面去追趕 那所以這個技術呢 就令到它們的成本曲線 就是可以大幅減低 那另外一個 亮點呢就是呢 它們的模型呢 是用純強化學習的路線去做的 那因為呢如果傳統來說呢 這些大語形的模型的訓練呢 很多時候都需要去標記那個訊息那個的資料的 簡單來說就是說 譬如我就好像要教一個模型呢 就是說一本百科傳書要告訴你 譬如全球最高的山是喜馬拉雅山 就是我要告訴你這件事 這個事實的一個satchel 我教他 那下一次有人問他全球最高的山是什麼的時候呢 這個算法就會適當喜馬拉雅山 那但是呢 純強化學習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他是看過不同的資料的數據 譬如 喜馬拉雅山是高 譬如價錢五千米 太平山是高一百米 其他山不知道什麼山就是高一千米 那麼他讀了很多數據之後呢 透過不斷的自我的強化學習呢 他就知道原來最高的山呢 比對這些數據之後呢 原來最高的山是喜馬拉雅山 他是自己學習回來 我告訴他最高的山 那麼這個方法呢 就減低了去標注這些數據的成果 那麼這個也是他其中一個 就是有別於現在傳統的模型 那麼這個情況呢 有一點像Alpha Gold Zero的 Alpha Gold Zero現在大家都知道他捉那個 就是國際象棋裡面呢 其實他是靠 他是沒有靠 就是沒有教他怎樣去捉那些 記的那些報 而是靠他自己不斷地 自我對譯去學 怎樣去捉那個國際象棋 那麼這個呢 這個呢都是 有一點像未來一個 就是透過自我推來自我反復這樣推敲學習呢 可能是會是奠定了未來一個 通融人工智慧的基礎 那至於你可能會覺得就說 那其實對於 就是現在R1或者這個Deepseed的模型 那是不是已經是完全領先了其他模型呢 那其實就我自己覺得就未必是的 因為呢 其實最新的OpenAI的OV 剛才說過了 都已經顯示出一個更加強大的推理模型了 那雖然呢 那雖然呢Deepseed在效率方面呢 是非常之領先的 那但是呢 就是整體領先就是不同範疇 因為Deepseed很多時候都是靠 就是剛才我提到的那些 就是蜘蛛法 或者其他的方法呢 去提高效率 但是在其他的靈域裡面呢 其實他跟出現的其他的大語形模型呢 或者推理模型呢 他依然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那所以呢 這個呢 大家也不需要說 太過覺得他已經是完全拋離了 其他傳統的一些 扔了幾千億下去消遣的對手裡面 那另外也都要注意啦 上一屆拜登政府就是 就是用很多的晶片的本制 去禁止出口給內地 那接下來究竟 就是華盛頓或者白鋒 會不會也都將H88的芯片 也都列入一個禁運名單呢 那這個呢 如果是真的事實的話呢 那可能Deepseed 而現在有的優化技術呢 也都可能是變成一個無用無知的地 那所以其實 未來的競爭的格局呢 其實是多變的 理論上呢 美國 如果透過一個政治的方法 去禁止這些技術的流出呢 其實也都會變成衍生 一種叫替代路徑的創新 那這個呢 可能是 更加逼到中國在其他方面 是做一個就是找了替代的方法 去建立這個新的技術 就好像現在Deepseed的情況那樣 那更加會變成一個更加強大的 去Invidia 化的一個技術的舉增 那這個是大家 我想現在目前市場 一個比較擔心的情況 那最後就 那最後就 就是我覺得啦 雖然就是 大家對於那個 就是 海外那些機構呢 就是 究竟燒了這麼多錢之後 咦 那如果走了去Deepseed之後 那是不是就是 長遠就那些錢就浪費了啊 或者會怎麼樣呢 其實 就是 現在的想法 大家就會覺得就是說 就是推出了蒸汽機 理論上就減少了燒煤啦 但是實際上呢 用煤那個的數量呢 反而因為 因為 就是成本下跌之後呢 其實就是燒了更加多煤 那所以呢 我覺得接下來 未來呢 我想是 由於那個 AI的成本不斷下降之後呢 其實對於會國使用AI的消費者 或者企業來說呢 都是一個營養 那所以可能令到AI更加普及 而算力的需求呢 反而是 會因為 今次Deepseed 是令到那個成本大幅下降之後呢 令到就 就是會消失了那個需求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我想短期來說 對NVIDIA的影響當然 是都有一定的負面 因為就是 因為Deepseed的取汰 所以我自己先問一下 那些東西 你也不想用到很好的 這個 你也不想去做 你也不想去做 我自己想去做 你也不想去做 或者我自己想去做 你也不想去做 所以可能是包括AMD有可 或者其他AX的芯片有可 可能它們會有一個更大的發展空間 這個可能短期來說 就會對NVIDIA有一個負面影響 但是中長線 剛才就好像我說 就是說 蒸氣機提升了燒煤的效果之後 理論上是用燒煤的效率提高了 可能會像燒煤燒少了 但是由於因為效率提升了之後 其實更加廣泛去使用這種技術 所以其實長遠的餅可能會做得更加大更加快 所以其實可能中長線來說 其實NVIDIA的空間依然是有在 當然我想台積電也可能會有一個類似的影響 由於大家覺得原來用一個閹割板的GPU都可以做到類似的效果 那是不是就是說 其實意味著未必一定要做到最高製程都可以做到這些 因為它用其他芯片未必需要做到最高的製程 就是最高端的製程 所以大家這個都不會有這樣的考慮 但是我覺得都是一樣東西 那個餅做大了之後 其實大家都會得益 所以我覺得可能是中短線影響是有點負面 但是中長線的影響就未必太大了 所以我們不用擔心 這個級別 都可以頂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